很多花友以为自己的蝴蝶兰叶片又多又肥又厚又大就能开花多 其实像这种状态的话呢是过度的营养生长 反而呢是开花少 所以呢我们的蝴蝶兰生长的比较强壮的话呢 这个时候赶紧要给它使用高领肥来促进开花 大家看一下像我这一颗蝴蝶兰的话 就是给它使用了这种高领肥 然后呢现在的根系疯狂的转出来 然后呢又长了两条花剑出来 大家看到没有这里有一条花剑 这里有一条花剑 那么这种高领肥呢就是这种长效高领磨肥 这种磨肥的话呢它的肥效长 用一次可以长它一年 也就是一年只需要用一次就可以源源不断 给我们的蝴蝶兰提供花芽所需要的严肃 使用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花盆的表面给它撒上一圈就可以了 因为它不会出现肥害 哪怕是接触到根系也不怕 大家看就像我这一颗一样 根系又发达花芽又多 如果也想要你的蝴蝶兰开花多 根系发达赶紧给它上一上 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